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兆豪则是打了三战打 当中包括了高国会的两分打点的权力打 四个人自上也是回来了两个 所以在前面五局打完呢 是拉面课桃源队取得了4比2两分的领先 这两位先发投手呢 特别是对曾兆豪来讲 是连续两场的先发出赛呢 都对上尼克 所以今天呢在前面五局 曾兆豪的表现是比尼克呢要略胜一筹 如果两队也只有两分的差距了 现在来回顾一下前面五局两队的攻防表现 通宵请球评中教练来谈一下咯 好的 那尼克就是开始投球不稳 那一个出身球一个四坏球之后 被林鸿豪打到右半边的一个 侧部边的二雷安打 那宏德拉的右外野的高飞球 所以第一局就掉了两分 那曾兆豪也是开始的时候 控球的位置不理想 四坏球保重 曾达宏之后被高国会打全雷打 形成2比2平手 在这个过程当中从第二局到第五局 曾兆豪是逐渐稳定下来 所以他的控球也很到位 所以二到五局没有四分 反而尼克的话 依旧就是投出四坏球之后 被打安打的比例是高的 那第五局是 三字咬的上来的安打之后 端打推进 郭源文的安打把它送回来 所以现在目前形成4比2的一个局面的话 其实的变数还在于投手的稳定 其实打线的话 如果说能够抓到击球的节奏 会有一些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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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